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相信看到這個畫面你已經期待已久了 因為惡魔王系列終於有單手劍啦 那目前來說這個單手劍它推出的方式 還不知道會以什麼方式來讓大家取得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能力 基本上它對於大怪的傷害是13 小怪的話呢是14 然後額外傷害加4額外命中的加1 武器的魔法部分跟其他的這個惡魔王系列武器都一樣 有10%的機率去發動疾病術 並且不受武器的這個強化值影響 好那它適用的職業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因為是在暗黑騎士推出之後才會有這把武器 所以我們推測呢小編推測應該這把武器 可以說是專門為這個暗黑騎士量身打造一把 蠻強的這個武器喔 那詳細的資訊目前我們掌握到的就是這一些 那有更進一步的消息小編會再透過影片 或者是透過網站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這把武器更詳細的資訊 請記得要按右下角的訂閱跟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收到最新的這個上架影片通知啦 那影片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